大家好,好久不见,有没有很久了 可账老师,老师也没有很久 我们要前往2022年的最后一次出差之旅 我们这次去的是杭州 还没有在杭州跨过年,所以也是非常的期待 我到了杭州了,白菜也不早了 主要是在飞机上面,那一觉给我睡困了 就本来还好,到我在飞机上一睡又睡困了 所以现在这个点吧,可能就,咱们就准备睡觉了 早点休息,明天中午聊彩排 下午好,今天的穿搭 先来一步展示一下 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挺休闲的吧 现在出发去彩排了 在那个时间,对视 然后又是一个只有姐的,不知道要不要戴这个 感觉戴这个眼镜还挺好看的 蛮好看的,一下子就变得可爱了一些 然后如果要是想酷一点 算了,怎么样感觉都差不多 就这样吧 这是在拍什么,拍我找电子 是的,在认真寻找美食 是的,在认真寻找美食 这个可好热哦 红酒 热红酒美食 这应该是我的 红酒美食 这个红酒 热美食 就是有酸酸甜甜的口感 因为里面有水果 因为里面有水果 因为它有水果的那个甜 热不热 我们要去看小姐 就是想当了三年 不然你说本三年 但就是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拿了 要拿了 耶 想见你只想见你 为你客气 这首歌 什么歌 肯定啊 还有那个 所以终于将那个人 结束了 期待 黑暗 最终于我的期待 哎呀,包场了 这是 在后面人记得之前 耶,看电影咯 看完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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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喜欢 Happy Ending 终于不是 剧里面那个鼻翼了 走了吃饭去 我的Happy Ending 就是看完电影去吃饭 来 来,我们最后呢 决定来吃日料 耶 要脱鞋不 天呐 是吗 脱鞋的日料 哇 天呐 好嘞 生烤牛肉 好嘞 生烤牛肉 我尝尝奶 好吃 还有我最爱的炮菜 不管在日料店还是晚餐店里面 我一定要点 我要问一问 你们 你们 有谁 跟我一样 吃 你的 刺身 吃日料 这个酱油里面 不加 芥膜 因为我是说不了 那个芥膜的 那个 那个辣 然后有时候不小心 那个鱼沾上了 那个剑 唯一 一咬 咬一口 就感觉我就是上口 什么的就是这个灵魂要升天了 你看 嗯 嗯 最喜欢果实 我点麦鱼饭 每次都吃过来这个麦 这个麦也吃过 就是说这个菜吧 就是说很明显就是我点的 然后 还有上了一个牛舌 哇 这个牛舌 这么大 牛舌 跟牛奶一样 你不吃吗 我吃 好嫩嫩 嗯 这个寿喜烧 你不要看这个全是菜 你看这个也在这里 我的妈呀 不可以说吗 我已经有点薄 好 七十年到现在的第一口 哈哈 吃一口 鱼啊 好感人 哈哈哈 鱼有点多 哈哈哈 鱼有点多 哈哈哈 咱们介绍一下 这个玩意叫拔酱鞋吗 我很好奇 它是什么口感 这个麻酱是什么 黄 黄 中间鞋 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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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行吧 挺创意嘛 创意才能够 可以 我吃你们妈妈要吃鱼肉 嗯 嗯 嗯 这鱼肉 很不错 这鱼肉 它的味道还蛮多 这个鱼肉还不能闻 这个鱼肉 就挺爽的 很不错 哇 这个鱼肉 可以吃鱼肉 哇 很不错 最好 这是鱼肉 这个鱼肉 一鱼肉 哇 这个鱼肉 今年的第一条鱼